欢迎收看一百零三集 救命啊 白衣男正压着姑娘 舌头上下翻飞舔得老歹劲了 两只手在姑娘身子上 这捏捏那揉揉 老燕路见不平一声后 结果那小子根本不鸟蛋 情急之下就开了一枪 子弹打在男人的边上 白衣男回头怒视老燕 搜的一下就窜进了林子 速度奇怪 老燕吓坡来到近前 下马去扶 没事吧 姑娘 这不是徐渣渣吗 渣丫头咋回事啊 原来老燕认识这姑娘 跟她爹以前都是民兵团的 老燕爷 刚才那是个老色狗 老色狗 咱先回家再说 来 上马 坐好了 没一会儿就进了村子 渣丫头的家人 一听是老燕救了自家闺女 千恩万谢的 燕爷 来 快喝口水 今儿啊 得亏遇上您了 老婶子 渣丫头说的老色狗是咋回事啊 那就是个妖孽 十多年前啊 咱村老辣肉家养了一条大黄狗 下了一窝狗仔 一窝四只 三只黄毛 唯独一只浑身雪白 老辣肉的儿子小辣肉 喜欢的不要不要的 平时对小白也优待有加 有啥好吃的都给他 转眼这小白长成了大白 在家里很温顺 出了门却凶猛得很 十里八村的野狗 家狗都跟他干过仗 一个个都打不过他 大白就成了那一代的狗王 十多年过去了 大白也老了 老白狗不在争勇斗狠 倒是有了个新癖好 到处骑母狗 这老白又在骑母狗 谁都没他快活呢 两年不到 这村子里下的狗仔 青一色的雪白 都是他的种 村里人也觉得老白牛逼 意外会迟到 但不会缺席 那天老辣肉干活回家 刚到门口 就听到闺女在屋里大叫 救命啊 赶紧推门进屋 好家伙 老白狗正在扑他闺女 你这畜生 现在连人都想起了吗 抡起锄头就咋 老白狗动作灵魂 一个闪现就躲过了 对着老辣肉的小腿 呼拉就是一口 咬完就逃 这把老辣肉气得 乱蛋都大了三圈 这股畜生 今儿必须弄死你 村里村外的找 就是没找到老白狗 本以为糟心是难得一回 谁承想 没过几天 就有人骂上门了 老辣肉 给老子出来 哟 孙下瓜 咋了这是 还咋了咋了 都你家老白狗干的好事 孙下瓜的表妹孙下花 衣衫不整 满脸抓伤 一边的低保护 李大爷就难难自语起来 这老话说得好 鸡不过三年 狗不过八载 他这是要成精了 只能弄死才行了 于是老辣肉召集村民 在村里开始 合力抓捕老白狗 那畜生鬼精鬼精的 千万别让他跑了 在一个胡同里 找到了 老白狗正在骑母狗 老辣肉抡起棒子就打 老白狗一个胃衣就躲过来 母狗吃了所有伤害 到底不起 老白狗一个急跑 就从老辣肉身边逃了 胡同口的腻歪小少年 和牛皮多急 挥着棍子也没能拦住老白狗 其中 你歪的脸还被一爪子划伤了 眼瞅着老白狗就要冲出包围了 埋伏在一边的雨中漫步 眼急手快 一点寒芒仙道 随后滚出如龙 老白狗被干倒在地 孤独留脸 和脚抖回井木也闻声赶来 一顿爆锤 老白狗重视八千血 五百房外加振奋铠甲 也扛不住 终于死了 完事之后 老辣肉本打造挖个坑埋了 可村里的李絮捧屁 非要花钱买回去 老辣肉看中了那几毛钱 就卖了 老李回家就把老白狗包了皮 收拾干净了 这天晚上 一顿狗肉饱 吃得老李美滋滋 吃饱喝足后就睡了 半夜窗外 一大群狗在叫 叫着叫着 老李的表情就变了 从那一刻起 老李不再是老李了 老李开始爱穿白衣服 走哪都有一群白狗跟着 一看到花姑娘小媳妇 就两眼放光 一次在庄稼地里 对一个落单女人下了手 老李的功夫可真不赖 把那女人弄得舒服了 一回家就抱怨自家男人不中用 女人心心念念庄稼地 不让去 就和家里破闹啊 好家伙 那家男人可不干了 带了几个机友 拿起家伙就打上了门 刚进院子 就见老李带着一帮狗正等着呢 老李低吼一手 那些白狗就乌泱泱地冲上去了 人狗混在一边 最后几人都被咬伤了 狗也死了几只 老李趁乱早就跑路了 有村民看到 老李躲进山上了 围剿了几次都无功而返 老李时常会对落单的女人下手 这可让村子里一些女人高兴坏了 天天独自上山 这就引发了很多女人 嫌弃自家男人没用 他燕爷啊 今儿幸亏您在 要不然俺家喳喳 就被糟蹋了 哟 老婶子 这事还真是稀奇啊 既然事情前因后果都知道了 老燕就出门 骑上一阵风回去了 路上就召唤了刺头 刺头再步 咱聊聊呗 咋地 你又想管闲事了 哎 谁让咱遇上了呢 那白狗确实有灵性 但是不走正道 死不足惜啊 可是李絮捧屁又是咋回事呢 他贪嘴 把老白狗的猿神吞下去 被俯身了 哟 那可咋整 当然是趁还没成气后 除掉的 你这样这样 然后那样那样 刺头趴在老燕耳边出了主意 老燕按刺头说的 在村子边上找到了一户人家 这家门口的悬梁上 挂着一双救血 哎呀 真是不要脸 是啊 你看 这老帮子都那么大岁数了 下面居然还能要 老燕刚靠近那门 后头路过的女人们 就开始逼逼叨叨了 搞得老燕抹不开了 无奈 只能硬着头皮 敲开了门 一个风韵油存的女人出来了 老燕递上两块钱 哟 大爷 您就是要全套呢 您瘦的鸟吗 哎呦不是不是 我就是想请您给帮个忙